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股市节目 过去几天,澳大利亚和全球股市经历了震撼性的波动 从华尔街的巨大跌幅到今天的反弹,市场充满了起伏 华尔街的七大巨头,亚马逊,苹果,谷歌母公司字母表,微软,Meta,英伟达和特斯拉 因股价被高估而引发了市场恐慌 日本股市更是像坐云霄飞车一样,剧烈波动,日经指数,创下历史最大单日涨幅 这些波动对投资者,尤其是那些拥有退休金基金的人意味着什么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的利率政策又将如何影响市场 这一切的背后原因又是什么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欢迎收看华尔街股市,我是您的主持人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最近澳大利亚及全球股市的剧烈波动 以及这些波动背后的原因和未来可能的发展趋势 这篇文章取自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ustral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文章的核心内容是讨论近期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 ASX及全球股市,特别是华尔街的波动 这些波动引发了投资者的担忧 尤其是那些拥有与股市挂钩的退休金基金的投资者 不过令人欣慰的是 在经历了自2020年以来最糟糕的两天交易后 今天的交易指数收盘走高 让我们首先分析一下造成股市波动的主要原因 华尔街的动荡主要源于人工智能 AI领域的竞争 只有少数几家公司在这场竞争中占据主导地位 这种情况可以追溯到25年前的网络泡沫时期 当时大量的科技公司涌现 但最终只有少数几家生存下来 现在这些幸存的公司 如亚马逊、苹果、谷歌母公司字母表公司 微软、Meta、脸书母公司 英伟达和特斯拉都是华尔街的 七大巨头 尽管这些公司盈利丰厚 但许多投资者认为 他们的股价已经被高估 近期的股市抛售反映了这一观点 在分析亚洲市场 特别是日本市场时 我们看到日本在当前市场动荡中的角色 也不容忽视 日本自1987年市场崩溃以来 一直面临经济衰退 并经历了世界上最大的房地产业泡沫破裂 为了应对经济困境 日本率先推出了量化宽松政策 并长期保持零利率 最近日本经济似乎开始复苏 出现了一些通胀 利率也有所上调 这一变化导致日本股市动荡 并影响全球投资者的行为 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 为什么澳大利亚股市 在周二的交易中平稳反弹 这是因为澳大利亚储备银行 宣布保持利率不变 给市场注入了信心 一些分析师认为 周一的市场抛售是过度反映 许多海外投资者 趁机买入廉价股票 推动股市回升 对于澳大利亚投资者来说 这些市场波动 可能对退休金账户 产生重大影响 如果市场波动继续下去 退休金余额 可能会受到严重损害 不同风险偏好 和投资组合的退休金基金会 对市场波动有不同的反应 保守的投资组合 主要投资于现金 几乎不受市场波动影响 而高风险的增长型投资组合 则可能在短期内 受到较大冲击 从利率的角度来看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 决定保持利率不变 这一决策主要考虑了 持续的通胀压力 而非市场动荡 而BA行长米歇尔 布洛克明确表示 短期内不会降息 接下来 我们来关注一下 日本股市的情况 日本股市在经历了 一系列剧烈波动后 于周二迎来了大幅反弹 日经平均指数 创下了单日最大涨幅 部分原因是 美国公布的7月服务业数据 缓解了市场 对经济衰退的担忧 科技股和汽车制造商的 强劲表现进一步推动了指数上升 需要注意的是 这些剧烈波动 不仅对日本投资者和企业有影响 也可能成为全球市场 进一步波动的来源 日本在全球金融市场中的重要地位 使得其股市波动 对其他市场产生连锁反应 例如 韩国和台湾的股市 也在周二有所反弹 显示出全球投资者 对市场走势的重新评估 对于未来的市场走势 投资专家们预测 随着日元回升 观察日本出口商 股市和经济的表现 将变得至关重要 日本政府和日本银行 也在努力冷却高度波动的市场 保持经济稳定 总的来说 这一系列市场波动 反映了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 和投资者的敏感情绪 从技术巨头的高估值 到日本经济政策的调整 再到澳大利亚储备银行的利率决策 每一个因素 都在影响着全球市场的走势 对于长期投资者来说 市场的短期波动 并不应成为焦虑的源头 而应更多关注长期的 经济基本面和投资策略 以上就是今天 华尔街股市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澳大利亚和全球股市 在过去几天经历了显著波动 引发了投资者的广泛关注和担忧 这种波动主要由多个因素共同作用 包括美国经济衰退的担忧 科技股的高估值 以及全球市场的互动效应 在澳大利亚方面 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ASX 经历了显著的跌幅 与华尔街的波动向呼应 华尔街的波动 主要集中在一些科技巨头上 通常被称为七大巨头 包括亚马逊 苹果 字母表公司 谷歌母公司 微软 Meta 脸书母公司 英伟达 和特斯拉 由于市场对这些公司的高估值 以及潜在的经济衰退担忧 这些公司的股票价格大幅波动 带动全球市场的同步波动 在亚洲市场 日本同样经历了剧烈的股市波动 东正指数 Topx 在短短几天内 经历了大幅下跌和反弹 凸显出市场对全球经济和货币政策 变动的敏感性 日本的经济背景 也复杂多变 自1987年市场崩溃以来 日本一直在应对经济衰退 和房地产泡沫破裂的影响 近期日本央行的利率决策 和通胀数据 使得日元升值 进一步影响了股市 澳大利亚股市 在周二有所反弹 部分原因是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 RBA决定保持利率不变 这一消息为市场提供了一些稳定性 这种反弹 也得益于投资者寻找便宜 或趁低买入 尽管如此 市场仍然存在不确定性 长期投资者 需要谨慎看待未来的市场走势 对于澳大利亚的退休金基金持有者来说 股市的波动 可能对其余额产生影响 具体影响 取决于投资组合的风险偏好 和多样化程度 那些风险较高 主要投资于股票的退休金基金 可能受到较大影响 而保守型或多样化的基金 则相对稳定 总的来说 全球市场的波动 反映了多重因素的交互作用 包括经济预期 货币政策变动 和投资者情绪 投资者需要保持冷静 根据自己的风险偏好 和长期投资目标进行调整 全球市场的动荡 也提醒投资者 市场波动是不可避免的 长期的市场健康 需要时间和稳定的政策基础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观众 股市的波动 其实就像《红楼梦》中的大观园 高潮迭起 风云变幻 华尔街的七大巨头 亚马逊 苹果 谷歌等等 这些公司就像 精灵十二拆中的角色家人 吸引了全球投资者的目光 当然 股市的波动 其实是在正常不过的事 这就像是每天的日出日落 投资者应该心态放平 长期来看 股市总是会反弹的 楚天书 你这说法就像西游记里的 孙悟空大闹天公 乱七八糟 你说股市波动是正常的 就像说喝水会溺死一样 稀松平常 问题在于 这些波动对普通人 尤其是那些即将退休的投资者来说 可不是闹着玩的 日本股市那种过山车式的波动 搞不好就把投资者的退休金全都带走了 而且 长期来看 有人能活到那个反弹的时候吗 奇奇啊 你这话就像梁山博与祝英台中的梁山博 满是悲观 可是你想想 日本这一波动荡 虽然有短期震荡 但也带来了长期的投资机会 就像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一样 擅长抓住战略机遇 股市波动正好 让那些有眼光的投资者减到便宜货 这次的波动反而是一次 重新调整投资组合的好机会 天书 你这乐观的像是聊斋志义里的狐妖 尽是迷惑人心 短期的波动对普通投资者来说就是灾难 这不是什么重新调整的好机会 看看澳大利亚的退休金 这些人面临着巨大的风险 尤其是那些已经靠近退休年龄的投资者 如果股市持续低迷 他们的退休金就像水浒传里的潮盖 一旦被盗 这些人可就惨了 齐齐 别把事情说得像金平梅那般阴暗 其实市场波动只是短期效应 长期来看 股市还是处于上升趋势的 就像风神演义里的江子牙 长期忍耐终有回报 那些有耐力和眼光的投资者 最终一定能够从这些波动中获得收益 而且澳大利亚储备银行保持利率不变 也是为了稳定市场给投资者信心 天书 你这说法真是像天龙八部里的段誉 一心执着于自己的美好幻想 现实中 投资者的信心很难说是因为央行的政策就能稳定的 看看过去几天的市场反应就知道 日本经济的波动和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 这些因素都不是一朝一夕能解决的 普通投资者需要的是实际的保障 而不是等待市场恢复的虚幻希望 思想先驱爆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